看的和一些我们实营会长 哈尔滨大学的实营会长 是负责我们大型体育活动的 如果哪位校友会或哪个社团 来搞大型体育活动 需要我们谢谢支持 请找实营会长 实营会长说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哈尔滨大学的同时 还给你搞一个高校排 室内的排球比赛 欢迎所有的高校的主席参加 明年四月副作节的时候 好吗 室内的高校排球比赛 带那个万组 非常高大上一类的 我们秀宏秘书长同时兼任的是 理事会和联络会秘书长 这是南京唐天文大学的校友会会长 李永涛会长 是我们CTA的财务总监 财神爷 帅哥财神爷 这个是北京科技大学 以前是北京钢铁学院 我们贾正杰会长 是我们CTA医院的算是我们叫 定 中文也叫院长 然后是他又是管我们CTA大型的年会 这些大型中的 这次年会他又是我们的总策划师 非常辛苦 我们柳元东会长是中文大学的校友会会长 在CTA负责科技交流青年领导力 还负责一些会员活动 还负责其实我们的学生义工的管理 管理的很难去 非常辛苦 在这个年会里边做了很多的工作 印象的印象 好多东西他负责的 来抢力 很辛苦 谢谢 陈丹伟会长 我们的美女会长 大家一看就从这些打扮 这种气质知道他干什么的 是负责我们CTA公关外联 和就是形象宣传的美女会长 北游的北京油店大学的校友会的会长 陈丹伟女士 谢谢陈丹伟 他也是当然也是这次晚会的女主持 谢谢 陈丹伟会长 是我们社区的媒体人士了 也是社区常年的国家的各个社团的各自重要主办 他是我们在CTA是国际文化和科技交流的 跟疫情 他一直兴起为大家服务 就办一个种菜的讲座 办一个是风生水起啊 每年的办二十多个讲座 而且是好像是五个群 每个群都是豹满 就是非常受欢迎 我走到哪儿 老敦都说是 不管是上次教授 学者 下次这个 在家里退休人士都说是 这间大学教育会的会员 他是在教育也是非常严重的啊 他现在是教我们的文化和科技文艺讲座方面的工作 谢谢教育会长 好 谢谢大家 OK 还有我们的最后 last but not least 非常重要的 我们联合会 大家都说了 今天我看见好的朋友都说 联合会做得非常正规 条例地质非常好 为什么呢 除了这些 常务事和执行团队副会长以外 最重要的保证是我们的 李海星大律师 他呢 花了大量个人的时间 公益的 无私的 为我们审定 CTA签订的每一个合同 制造的每一个 制定的每一条规则 包括我们的章程修改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精力 他用我们的专业知识 为我们CTA保驾 保航 大家为李海星律师 和所有基金团队的成员 无资产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一块分礼吧